不是有三个东西 一个学科数科的档案 另外一个就是附加光碟档 这里面我们就需要用到940301这几个档案 这几个档案我要把它放到front page里面的网站 该怎么做呢 其实有几个方法 一般标准化的方式就是说用贿赂的方式 那怎么贿赂 特别注意你就是先点Image 10 为什么要点Image 10呢 你可以先把它汇录到Image图片里面 然后它全部都汇录进来之后 再把不是Image 10的拖拉到别的地方 比如说音乐就拖拉到Music就好 那因为Image 10的档案最多啦 所以我们就先点Image 10这边 然后呢告诉他说我要汇录到这里哦 档案里面就有汇录 可是汇录特别至于很多同学在这里 找不到汇录 为什么呢因为它躲起来 你如果点一下它不会出来 你必须要它等一下 它就跳或者点下面这边 然后汇录 他问你说你的档案在哪里 新增档案这里点一下 你就去找 比如说你可能在光碟期或者在别的地方 那因为我放在桌面上 所以我在这个地方点桌面 找到那个17300附加光碟档这里 打开这个 把这些全选起来 全选起来 全选可以这样全选 或者按Ctrl加A 也是全选 全选起来之后的话呢 再按开启 那这个时候呢就会选取 那里面就包含就是说呢 有应该是GIF就图档嘛 MID就是音乐档 还有TSD就文字档 按确定就好了 这个时候呢你可以看到 它就汇录进来了 诶 啊 奇怪 它